1.延续攻略2,即将开拍 今天于正发了许凯和苏青的合照,还说自己还有30集的剧本没写 之后,苏青也在评论留言彻作等延续2,似乎第二部是真的提上运程了 但是之后于正又否认自己在创作《延续2》,自己正在写的是武侠剧《日海御公园》 算是拿《延续》凑了一波热度 2.张韶涵回应抢C位,早前巴沙大合照上 张韶涵莫名其妙变成了C位,为外界趁他其实是在暗自抢C位 当时外界吵了他很久,今天张韶涵回应这件事 趁自己第一次去这种场合,看到新闻后还不懂什么是C位 但是很多网友并不买账,认为张韶涵出道这么多年 参加了很多时尚派对班奖礼 就算不知道C位,也该知道最中间的位置是给地位最高的人 3.杨超越附近虎相 今天杨超越上节目说,附近请他八十块钱 还爆料附近一直霸占自己的化妆台吃饭 之后附近回对杨超越 趁这么客门的人就不要讲了 因为杨超越一直在用附近的眉笔 这件事被爆出来后,已经引起了外界的注意 之后附近的粉丝专门在微博赠给杨超越打款八十块 替附近还钱,让这件事更加发酵 4.邓轮后援会再出问题 这两天邓轮后援会因为收了粉丝的集资 而没有为邓轮好好应援而被大家热议 今天邓轮的粉丝又发出邓轮后援会上海分会的会上 正在和邓轮团队的造型师谈约爱 该会长现在呗,至于用粉丝的钱给造型师送礼物 后援会对于应援物品的回应是 当时准备了很多应援,但是无法进入场地 只好买了当地的特产来表达粉丝的心意 并没有回应会长和造型师的恋情问题 5.邓长静不被公司看好 马上就是邓长静的生日 香蕉娱乐给邓长静安排了生日会 但是邓长静在自己的生日会上只能表演三首歌 而为他庆生的嘉宾朋友们可以表演五首歌 立刻就引发了粉丝的不满 邓长静确实不是香蕉最看好的艺人 香蕉一直是在绿捧林艳俊的 所有的好资源都给林艳俊 努力送他出道还给他开了个人工作室 6.某女星半夜敲导演门 某个整过容的女演员 之前没什么名气 但是收到柏勒导演的喜欢人气渐渐上来 女演员也很懂娱乐圈规则 每次拍戏的时候半夜 都会去敲导演的门 也经常聊同剧组的男演员 请搜封 请搜封